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说 公共部门身为商品和服务的主要买家 可以通过可持续采购 引导公共部门的供应商也迈向可持续发展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 在出席一场可持续采购论坛时指出 公司可通过在供应链中设定减排目标 并通过可持续采购减少排放量 傅海燕也指出气候变化是当前面临的一大挑战 现在采取的行动将对未来造成影响 因此各界应该不断创新并突破可持续性的极限